關芝林眼大桃花多 麥玲玲說 感情用事而情傷 大美人關芝林 昨天在台北出席自家護膚品牌的發佈會 被問及感情狀況的時候 她突然自爆自己和富商男朋友陳泰銘 不是分手而是離婚 一次過親證被婚和離婚 轟動整個娛樂圈 對於早前劉嘉玲和陳泰銘被揭相約行山 芝芝直指良人沒有理會其他人的感受 可能就觸發了這次的風波 她和陳泰銘自2007年開始拍拖 如今結束七年情之後 芝芝釀演仍然很需要愛情 不知道麥玲玲師傅怎樣看呢? 大美人芝芝的感情運一定會比較波動 她的眼睛很大很大 比平常大很多 我們經常說這些是孩子眼 孩子眼是比較感情用事 整條命來說也是桃花比較旺 但大眼睛和黑眼珠比較多的女生 其實感情上太感性不夠理智 很容易墮入情網 很容易感動 而最後來說也很容易受傷害 一定是桃花不絕 其實條命也是 依然有很多桃花 但未來最好選擇一些所謂異地姻緣 在別處出生的人 和低調處理感情 她這類感情其實很容易一見光就麻煩了 而且條命是要跟別人有些爭奪情況出現 但她條命本身來說 除了自己賺錢能力強之外 另外一半也有差不多 最好年紀大 自己8至10年以上 穩定性會高一點點 再來桃花的年份 就是17年和18年了